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卤牛肉牛杂的作法 先准备香料 八角100克 三奈100克 小茴香50克 白芷30克 沙仁20克 白克50克 香叶25克 黑胡椒80克 丁香12克 炒克35克 甘草8克 花椒45克 炒果20克 甘草12克 千里香25克 木香20克 肉桂40克 再准备上色包一个 黄芹米150克 用到调味料 味精100克 鸡精50克 生抽200克 黄豆酱油80克 花雕酒100克 冰糖50克 盐240克 辅料 大葱段120克 姜片120克 香菜根100克 具体操作画法是 先把牛肉 牛杂用清水 漂洗几遍 去除血水 然后将比较大块的牛肉 改造成 6厘米厚的块 6厘米厚的块 这样做其目的是 让牛肉更容易入味 下一步是先把牛肉腌制一下 取一个空盆 将牛肉倒入盆中 将香料 辅料 辅料 调味料 全部倒入盆中 然后用手搅拌均匀 用保鲜膜封住盆口 腌制12小时 如果是夏天需要放进冰箱冷藏 以防牛肉坏掉 牛肉腌制好以后 将牛肉挑出 剩下的香料用纱布包好 辅料也用纱布包好 然后全部放入到不锈钢的桶中 加入清水35斤 放入上色包 不锈钢桶放到灶火上 大火烧开 后转小火 开始计时 卤制一小时 中途30分钟的时候 把红区米包拿出来 卤好的牛肉 然后在卤水中泡3小时 最后将卤好的牛肉捞出 将卤水中的辅料包丢去不用 香料包留着还可以用几次 卤水打捞干净残渣 保存起来 下次继续用 好 以上就是卤牛肉与牛杂的详细做法讲解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赞 加下关注 谢谢 来好看视频